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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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不滅 在看完《Roceria》 月團故事三章後 想必很多讀到此處的玩家會非常感動 Roceria在最後與大切簽約進入了商業的世界 回想當初排斥業界只在乎自己的Yuki娜 如今竟然會將其他團員的未來看得比自己還重要 不惜割捨自己原本遵守的準則 也想讓其他人往所期望的方向前行 而讓Yuki娜接受商業世界的心態轉變究竟是為什麼 這次就讓我們在回顧之前的劇情了解一下吧 眾所皆知 登上Face一直是Yuki娜和其他成員共同的夢想 而在第105期活動劇情 Bobo Ross歌唱的巔峰中 Yuki娜等人成功登上了Face 表演前在此做了一個重大決定 在Face上最後一次演奏Lauder 並衝刺把Lauder永遠鎖在Roceria的記憶中 這樣的動作代表Lauder已經完成他的使命 完成Roceria的最初目標 Roceria也將朝著未知的道路繼續前行 而達成目標後問題便在於 在那之後Roceria要何去何從 在第89期活動劇情 Noboros幼暗的指引者裡頭 由Akko首度提到這個問題 當時Yuki娜是這樣回答的 大家都在Face完結後的Roceria 你覺得怎麼變成了嗎? 我還不明白 蛤? 我一直在想做過程 很容易看著我 我一直在想說 我一直在想說 他們一直在想說 我一直在想說 那我已經想了解 我一直在想說 我很好看 在那路 我一直在想說 我一直在想說 Yukino… 在前面的一場比賽 這就是一項目的,但這並不是頂點 我們的旅程一定會繼續進來 像你們在玩遊戲 新的… quest… 新的… quest… 但是不是遊戲的,所以不可能會增加了很多的遊戲 我必須要找到自己的 我也是同樣的事情 我一定會看到人在現時的確 但是我也是不思議的 我一定會找到五人,我一定會看到 你和Rinco都聽到這五人的音樂 我看了Roselea 如果你們不居然 我可能會變成了一段時間 我會示出你們的地方 對於Yukina而言 這是一個目標的終點 但並非頂點 因此希望弱勢在看不見的前方迷失之時 林口安R可能引領Rocelia繼續前進 而新的目標是什麼? 在當時並沒有任何人有明確的看法 以及Rocelia需要自己尋找新的高處 這也是Yukina對於商業世界心態轉變的關鍵 一直以來拒絕商業邀請的Yukina 因此開始將商業出道納入考量的其中一個選項 這點在第126集活動劇情 滿雲與我新的溫暖機動式可看出端倪 Yukina拒絕商業出道的原因開始變為 不確定這是不是Rocelia未來的道路 而非單純因為討厭排斥 而在這期間 Yukina也接受了職業音樂家米拉的雙人演奏邀請 在互動間 體悟到了自己所想像的商業世界 並非都是像父親的如此險惡不堪 也有純粹愛著音樂的人存在者 讓Yukina對於商業世界的想法再次重新評估 我已經在出場的感覺 所以我已經離開了 但在那段階段 你們的聲音 再次被叫它起了 一定是 音樂在一起 很簡單 純粹的感情 這想法一定會 是無法見面的道路 在羅瑞莉亞樂團劇情三章一開始 一直想和Hina並肩前行的薩友提及她認為 羅瑞莉亞和Pastor Palette的最大差異 變在於職業和業餘的性質 她認為若是能夠進入業界便能得到她所期望的答案 再後來 Yuki娜試探性的問了Ako、Linco、Lisa 得到的答案都是一致 若是有選擇 商業世界是他們所期望的未來 之所以人拒絕邀約 是因為顧慮到Yuki娜 這樣的可能性自然不言而喻 Yuki娜不願意當羅瑞莉亞前進的絆腳石 結果便是在抱著迷惘的情況下 還是答應了商業出道的邀請 甚至犧牲了自己的原則 答應演唱Lauder 成為商業出道的條件 團員知道Yuki娜做出選擇的原因後 告訴Yuki娜 若是抱持著迷惘 捨棄初衷進入業界 不但最後會後悔 也並非是我們所期望的 希望直接拒絕這次的邀約 Yuki娜最後在和阿可的對話中 提到自己喜歡在大大的舞台歌唱 還有想起小時候那份純粹喜愛音樂的心情 阿可此次在Yuki娜對於看不見的道路前方迷惘之時 再度扮演知音者的角色將Yuki娜拉了回來 告訴她說 這樣的理由就足夠了 讓Yuki娜終於找到進入商業世界的意義 堅定自己的內心覺悟不再動搖 在找到進入商業世界的意義後 眼下只剩一個問題 那便是進入業界的條件 演奏Lauder 這也是Rothelia 回絕邀請的最後一個理由 而這樣的阻礙 被企業的高層自己給清除了 她在Rothelia的登台演奏周 找到了他們對於音樂的那份熱情 這樣的條件足以取代演奏Lauder 這也象徵Yuki娜不再被父親的過去束縛 而是能夠自己展翅高飛 飛往下一個屬於Rothelia的高處 迅力的藍牆尾已不再孤高 Rothelia在那一刻正式進入了商業世界 講了那麼多Yuki娜後來的心態轉變 我們最後還是得回到原點 也就是Rothelia月團劇情一章的Yuki娜 雖然可能大家比較沒有思考過 但我想說的是 最初的Yuki娜是否真的無條件的 排至商業世界呢? 在我這裡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這裡必須先來說明一下 Yuki娜的父親的樂團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Yuki娜父親的樂團原本也算小有名氣 然而在商業出道後一切都變了掉 尤其因為銷量的問題 遭到企業強迫要求更改原本的音樂風格 違背自己初衷的父親換來的結果 就是被自己的夢想拒置於門外 夢想在商業化的現實下給擊倒 欣賀一人的父親最終解散了自己的樂團 Yuki娜也因此誓言要完成父親未盡的夢想 在Face跟台演出 這也是為什麼原本的Yuki娜如此痛恨業界的原因 在樂團劇情一章的後半部 Yuki娜面對了一個商業出道的邀請 條件是只挖腳踏一人 而企業自己已準備好其他團員 只要Yuki娜答應 連選拔賽都不需要便可以在Face演出 面對此次的邀請 Yuki娜沒有直接拒絕 而是猶豫了一番 在Yuki娜已經組成羅瑟莉亞的情況下 面對近乎不合理的要求 這樣的舉動等同拋棄隊友顯得過分 當然在後來Yuki娜這個行為也引發了其他團員的反彈 最後Yuki娜道歉 並且拒絕了此邀請 從這裡可以看出 Yuki娜將父親的夢想擺在第一位終於任何一切 但也凸顯出一件事實 其實早在一開始 Yuki娜對於商業世界便有著一定的接受程度 而非一昧的厭惡、拒絕 我相信若是這樣的邀請是在Yuki娜組成羅瑟莉亞前 那麼Yuki娜商業出道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 如果說一開始Yuki娜對於商業邀約的排斥是無限上綱的話 也就不會有後來對於商業世界心態上的轉變 可能到了至今 羅瑟莉亞都不會商業出道 看完以上對於Yuki娜面對商業世界的心態轉變分析 各位對於羅瑟莉亞進入商業世界又是怎麼闖的呢? 羅瑟莉亞成為職業樂團固然讓人覺得不捨 也非常擔心會不會在裡頭迷失了最初純粹喜愛音樂的那份激動 但在此處又讓我想起了 Lisa在登上Face前說了一段話 若是現在在這裡的我們全都是自己所選擇的 那麼我們之間所建立的所有事情 也全部都是正確答案吧 進入商業世界真的是正確的選擇嗎? 我想在羅瑟莉亞每個人心中都自有答案了 呼吸的第一半造就他們通往未來的道路 登上Face已經不再是他們現在的夢想 夢想在歌詞的最後並說明白了 R1君 True Cracker 這便是由他們五人所開啟的故事 並屬於他們五人才能彈奏出的樂音 他們會繼續在一起高呼口號持續存心 向天下招告自己存在過的軌跡 字幕詞編集作 李宗盛 R1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